好,我們現在繼續來分享這個機械製圖實習的統測考題的重點 命題重點,第九章基本工作圖 它的第二部分,九之二,尺度與加工的關聯 來,我們直接翻到課本,您手邊教材準備好 第二個,什麼叫做尺度? 尺度就是我們一般,我們上次有教你 一般機械工廠,請你把一般工廠圈起來 一般工廠機械製造的時候,我們會用什麼圖? 零件圖圈起來 零件圖是什麼?你如果忘記,現在請你在上面空白寫 零件圖就是一張圖,原則上放一個零件,現在寫 這就是重點,上次我們有講 有時候我們為了教學或者一些特殊因素 我們會一張圖放好幾個零件 也是有啦,但是一般來說 零件圖就是一張圖放一個零件 現在寫,我等一下下去檢查 再來,用零件圖之後 然後我們師父他就會決定他的加工的一個程序 所以我們說零件圖是機械加工的一個依據 那你會說加工程序是誰來決定? 請你把工作者圈起來 工作者上面拉出來就是我們的師父 現在寫師父,現在寫師父 父是... 父會寫嗎? 不是父親的父耶 對... 師父 你的師父 不是有師徒字嗎?師父 現在寫啊 我要寫在叫你工作者 現在寫 依照他的工作經驗 所以為什麼會有師徒字工作經驗 他會把他的工作經驗用上 他會看到一個零件圖 大概就知道哪一個先加工哪一個後加工 而且也會依照他現有的工作機械設備 請你按照我現在圈的把它圈起來 這個就是看公司了 現在寫三個字 看公司 有時候公司進的只有進車床洗床 沒有進磨床 那這個師父自己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如果我要磨銷的話怎麼辦 所以就是三個字 看公司 人的腦筋要變 他師父就會依照他的工作經驗 還有他工廠的工作機械設備 對決定加工程序 加工程序圈起來 所以加工程序是誰決定的 是現場的師父決定的 那你會說老師 為什麼我們這個機械製圖 實習要學這些加工程序 因為我們知道加工程序的時候 我們這些製圖的人 在標註尺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標得比較好 聽得懂嗎 所以各位同學 請你在加工程序這裡寫上 懂得越多 越會標尺度 所以很多人會碰過一些製圖者 說老師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加工程序 我不認為 你懂得越多 你越會標尺度 你越會減少加工者 也就是線上師父 他就不會天天跑來問你了 這樣知道 接下來我們來看課本 第59頁 他這裡開始介紹一些加工程序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車床 車床是什麼 現在寫 弓箭洞 斗號 車刀不動 對不對 車床就是這個重點 洗床 我再講一次 弓箭洞 轉動的洞 車刀不動 車刀會不會轉動 不會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一個原材料 是一個六角磅的鋼材 看得像這樣 這是原來的樣子 這是後來的樣子 所以師父 拿到的零件圖 大概就會長這樣 只是他沒有很具體的一個標註 所以他大概拿到的會像這樣子 師父拿到這樣 他就用他的經驗去判斷我要怎麼去加工 舉例來說 最重要的第一步一定是車端面 所以這個一這樣切過去 這個平面 你們在機械車床不就是在做這件事嗎 所以車端面永遠都是第一步 請你寫上去 永遠都是第一步 現在寫 這個很重要 這桶車會考啊 然後呢 這個師父呢 嗯 他就看一看 我的經驗 這裡是一個軸向的主要基準面 我測完斷面之後 我就要測這個基準面 所以他就會測住面 他就從這裡 車道就過來 旋轉 叮 就測出這個平面了 這柱面尺寸是51712 所以他在測什麼呢 他就是在測 在測這一塊 測這一塊 OK 好 再來 專銷深度 然後就看這個 嗯 我這邊需要再專銷 所以他就會去加工 深度1mm 倒腳30 這個東西 拉一個箭頭 就是在指這個地方 自己拉一個箭頭3 就是在加工這個東西 這一塊 這裡面會有個洞 有沒有 好 接下來 師父又會憑他的經驗 他就說 嗯 這個地方 我來切倒腳 倒腳 這就是1.5乘上45度的一個倒腳 所以這就是下一步 請你拉一個箭頭 滴滴滴滴滴滴 拉箭頭 我等一下看你有沒有拉箭頭 再來 車 車 515 深度3mm的一個 這個是在哪邊 這個是在講這個東西 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倒腳30度 有沒有看到 哦 所以這個是在車這個地方 這個2就是在講這個 好 好 然後師父決定 嗯 那我開始磚孔 有沒有 從這裡開始打磚孔 磚孔之前一定會用什麼 刺衝 中心衝 對不對 打出一個點 磚孔 這個我們在機械製造第9章有講過 對不對 你還記得嗎 你看我在幫你跨科復習 再來 繼續 下一步 師傅就覺得 嗯 下一步 我要做什麼 我要來 再繼續做一個地方的一個倒腳 對不對 所以他大概是車什麼地方 這個 2mm 30度 是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來 拉個箭頭 免得你看這個 你看到火氣 我幫助你 這個1 他在加工哪塊 他在加工這一塊 也就是這個地方 1 後來師傅呢 我還要繼續鑽孔 對不對 鑽大一點的孔 有沒有 這個就是這個2 從這裡鑽過去 有沒有 所以這個鑽這個孔 這個孔 近深度 都告訴你了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斑石 接下來師傅 又看到這個東西 哇 我來車羅文 所以這個有一個羅文的這個車刀 你看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這個就是我們習用畫法 還記得嗎 他寫上4個字 習用畫法 習用畫法不會寫 習慣的習用是有用處的用 這個要幫各位複習 羅文線 習用畫法的畫法就是這麼畫 所以他這個車刀 車羅文 就是車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 我快講完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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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師傅 又用他的經驗 我要腳孔 記得嗎 之前是鑽孔 後來是腳孔 腳孔就是為了求更改善他的精密度 你寫上去 自己寫 改善精度 因為我們鑽完孔 那個 洞 那個裡面的面 可能還很粗糙 我就叫腳 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們工作機械 在第9章 來 自己寫 機械製造 chapter 9 工作機械 你還記得嗎 我們的一個重要順序是什麼 我現在 現在 現在用講的 你 用寫的 ok 第一步 是不是要用刺衝 寫上去 刺衝 刺衝 是刺刀的刺 刺衝是30度 衝是衝風陷陣的衝 刺衝 在這裡寫 中心衝 打中心 中心衝90度 就可以打出一個點 對不對 這個點要容納鑽頭的近點 刺衝30度 中心衝90度 打出一個點可以容納鑽頭 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是什麼 鑽孔 現在寫 下一個 鑽完孔是做什麼 唐孔 唐是一個首字旁 唐朝的唐 你應該有寫過 我們都教過了 唐孔 再下一個 就是 腳孔 金字旁 可是你看喔 這個地方的腳孔 居然是密字旁 個人覺得不ok 應該是金字旁 因為金屬加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出版商會用密字旁 不管他 從頭講一次 我腳這個步驟很重要 機械製造第九章 再講一次 30度的刺衝先用 90度的中心衝 第二 第三 是鑽孔 第三 第四 是唐孔 最後一個是腳孔 所以那時候你還記得 我教什麼 各位怎麼記 我想到我一個同學 學生 沒有好好學 後來就去四海猶龍 包湯腳 賺辛苦錢 所以賺 湯腳 自己寫上去 賺錢的賺 湯腳 賺湯腳的血和錢 這是你們的學長發生的事情 好可...也不是可憐啊 我沒有騎士 我喜歡他包的湯腳 鑽湯腳 記起來了沒有 記起來了喔 師父就看到了這個 他就開始腳孔了 對不對 腳孔 腳孔就是這裡用腳刀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腳刀 跟我們的鑽頭 可不一樣啊 是吧 你看 這就是他的腳刀的刀刃 有沒有 這叫腳刀 好,再來 腳完了之後 他要把它切斷 所以這裡有一個切斷刀 他就叮 砰 他就掉下來了 有沒有 你這個頭就掉下來了 這都是師父的經驗啊 我快講完了 下一個 洗床的加工程序 剛才車床 你還記得嗎 車床是什麼動 什麼不動 弓箭動 車刀不動 車刀不轉動 對不對 洗床反過來 現在寫 車刀 不是 更正 洗刀 不動 洗刀不動 就是不移動 但是會轉 自己寫 會轉 洗刀不轉 怎麼加工 自己寫 再唸一次 洗刀不 不動 其實是不移動 但是會轉 會轉動 再來 弓箭動 弓箭什麼動 弓箭會移動 我已經盡量寫少的字 包含 幫助各位記了 這樣知道 所以洗床跟車床的比較 你要搞清楚 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過洗車場啊 洗車場有一種自動洗車機 它是 下面有一個平板 然後車子開過去 這個平板就會動 地板會動 那個洗車機 有沒有動 不動 就開始灑水 有沒有 對 洗床你就可以這麼想 這個車子就好像是 弓箭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洗車大的那個機 沒有動 就像這樣 它裡面會灑水 裡面會有那個毛刷 有沒有 喔 我有教過學生去洗車場 打工 他就是這樣子 去洗車還碰到它咧 好 沒有人會騎機車去洗 電動機車都自己洗 再來 下一個 洗床加工程序 有沒有 剛才我說了喔 這師傅就拿到了這個零件圖 他就自己來決定加工程序 他就會看到 我有一個鋼材 我要完成這個東西 怎麼做 請看 他就想 那我先用平洗刀 洗這個平面 對不對 這個平面是60乘38 各位同學 你看這鋼材 這個62是什麼 自己寫 這叫長 62是長 40是寬 自己寫 102是什麼 深 對不對 這個有多深 或者有多高 自己寫 所以你要能夠看這種 鋼材材料的這種尺度 尺寸的標註 好 再來 所以他現在要用平洗刀洗 這個對不對 所以60乘38 再來 洗消凹槽 這要洗消出一個凹槽 這個3是什麼意思啊 3就是你凹槽的寬 現在寫 凹槽是3是寬 就是這一塊啊 所以寬都會寫在前面 17是什麼 17是深 寫上去 深 你問我有 愛你有多深 對不對 17 17 快寫完囉 再來 最後他用 師父又決定 嗯 我用雙腳洗刀 洗出一個V型草 對不對 要多深 深15 為什麼知道是深15 因為他看這個零件圖 啊 17-2 就是15嘛 對不對 自己寫啊 17-2 所以這個 工程圖 為什麼我們給的東西要不要太多 給的剛剛好 這師父也動腦就自己去算了嘛 對不對 就不會有重複標注的問題了 因為師父在這個工廠很熱啊 很煩啊 你盡量標的簡單一點 再來 後來他又撤洗刀 洗一個凹槽 這個凹槽在哪邊 在這邊 答對了 有人開始感覺了 沒錯 翻過來 這個12 是什麼 12 是他的 你還記得嗎 前面是什麼 哪一個是寬 哪一個是深 前面的叫寬 現在寫吧 寬啊 後面是深 這是我們的習慣標示方法 所以像你看到這個 兩邊都12 你大概要有譜啊 你不要記錯了 前面是寬 後面是深 好再來 師父呢 哦 我就開始要 側洗刀 洗消 什麼凹槽 10乘12 這個凹槽在哪邊 你兩邊啊 就是他的腰部啊 有沒有看到 有哈 車腰啊 這樣就有細細的 水蛇腰了 同樣的 我再強調一次啊 前面的10是什麼 寫上去寬 12是深 自己寫啊 接下來呢 嗯 師父就覺得 嗯 有些地方是圓弧狀的 啊這個要加工 所以呢 他就用 凹圓洗刀 你看哦 這個洗刀很妙哦 它是凹進去的 所以加工出來的 是凸出來的 圓圓的 對不對 嗯 這樣師父就完成了 這個 這個 公司的規定了 哇 沒了 所以師父就很高興的 把工件拿給這個 老闆 交差 提早下班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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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